中国外交部中缅包拨情谊坚不可归 中国是否支持了国感同盟军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11月29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先生主持了例行记者会 美联社记者就中方在缅北局势中的立场进行了提问 请注意啊 是美联社记者 汪文斌表示 中缅是友好邻邦 中方始终尊重缅甸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我们忠心希望缅甸局势稳定 国家发展 坚定支持缅方推进和平进程 任何挑拨中缅两国包拨情谊 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行为都不得人心 也不可能得逞 这是针对美联社记者的提问所进行的回答 怎么看我认为说的非常合理 非常中肯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是不是就等于说中国支持敏昂来军政府呢 从某种程度上解读 是的 因为无论怎样 敏昂来政府代表着缅甸的日常政务 也就是合法正统 那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政府 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反对派罢了 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角度 支持敏昂来 合情合理 对比昂山素季的那个影子政府呢 要合理许多 或者呢 咱更进一步 昂山素季的那个民族团结政府 说句不好听的话 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 就是一个反叛集团 但是呢 国际关系不是黑与白 国际关系也不是意识形态 更不是这么简单的 国际关系是相对复杂的 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从全局看 同时呢 通过自身利益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缅甸现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是谁 这个人的名字叫绝莫吞 他是缅甸民族团结政府昂山素季一派的人 也就是从现实主义关系角度来说 反叛集团的代表 那这里边有个问题了 是谁把它留在联合国大会里呢 这个回答是两个超级大国 哪两个超级大国呢 西大和东大 那西大跟东大是谁呢 是美国和中国 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协作 这个缅甸的驻联合国代表 绝莫吞是绝对不会在这个块待着的 为什么说中国的作用太重要了呢 假设军政府代表提出在联大投票 中国俄罗斯支持第三世界 跟着中国和俄罗斯投票的话 那么军政府的代表就上任了 但是中国并没有这么做 中国选择了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 然后那我们怎么解读啊 你可以说中国不支持军政府了 因为联合国无论怎样都是象征着合法性 军政府得不到国际承认 中国也在国际上不承认军政府 中国现在反对军政府开始支持昂山素季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边支持军政府 在联合国这边支持昂山素季 这干什么这是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 这不就是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吗 中国为什么这么做 那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啊 从一个政权的角度 中国支持敏昂来军政府 在内比都主政 从国际认同的角度 中国支持昂山素季在联合国的代表 为什么这样啊 还是那句话 看到祖国这么能干 这么有智慧 我就放心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只有这样 在内比都的军政府 他需要中国呀 因为没有了中国 再不被国际承认 那可就麻烦了 同时在缅北山区的民族团队政府 也需要中国呀 因为没有中国 他在联合国的承认不就没了吗 这就麻烦了 所以大家看到了 中国这么做 让缅甸不分伯仲的两派都需要中国 中国完美的实现了战略平衡 以及在缅甸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难道这不是智慧吗 所以我们大家呢 看这个国际关系的时候呢 一定要从选举来看 另外呢 这条新闻说 中缅包拨情谊 坚不可摧 任何破坏中缅关系的行为 都不能得逞 这东西怎么说 这个东西怎么解读 那这个那我就要问了 这个美联社记者到底问了个什么问题呀 我们得知道美联社记者是怎么问的 然后我们才说结合上下文来去分析这个东西 当你看到了一个文件之后 当你看到了一个演讲之后 或者你看到了一段话 你一定要结合上下文 如果你不结合上下文 不结合当时的场景 那你在这个份问题上解读呢 肯定会有偏差 那这个美联社记者是问了这个问题 他这么说的 缅甸政府的支持者称 什么是缅甸政府的支持者呢 就是说敏昂来军政府里边的人 他们是这么说的 中国政府正在支持叛军在善邦的攻势 由于这种怀疑 缅甸甚至出现了针对中国政府的抗议 这个里边不就是说吗 缅甸的这个发言人 左敏吞 然后左敏吞怎么说的 说我怀疑可能国杆同盟军背后有人支持 然后呢 这个支持是谁 这是一种侵略行为 然后在内比都 在缅甸的大城市 相继爆发了小规模 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吗 他指的不就是这个吗 所以呢 这个美联社记者呢 很明显在这挖了个坑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 专家表示 只有中国允许战斗发生 战斗才会发生 那这个就有点夹带私货了 为什么夹带私货了 那谁是专家 谁这么说的 中国允许战斗发生才会发生 这等于说中国可以控制缅甸 这肯定不是不是事实啊 这个专家可能脑袋被驴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缅甸这个破地方 咱说不好听的话 自四八年建国以来 就一直没消停 一直在打 难道中国全是中国支持的 2021年军事政变之后 就一直打得像热窑似的 然后呢 跟中国好像也没啥关系啊 咱这么说 在中国边上给你放个钢果筋 就这个很麻烦 然后这个美联社记者呢 就直接问这么一个问题 发言人先生能否评价 中方是否支持三兄弟联盟 以及对军政府的攻势 啥意思 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是否支持了国敢同盟军 咱这么说 外交上哪怕是支持 也不能说支持 哪怕是说是 也不能说是 也不能讲啊 这个大家要明白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外交场合不是小孩国家家 有些在明面上做的 有些在暗地里做的 在暗地里做的 我们不能把它浮出水面 把它浮出水面就完了 这个很正常的 美国难道不知道中国派了三十万人到越南吗 越南战争的时候派了三十万 应该是工兵到了越南 美国难道不知道这个吗 美国知道这个 他能说吗 有些东西他不能说呀 你不能让他浮出水面啊 对不对 那美国 那美国比如说 跟东欧的一些国家 暗通款取 美国跟着苏联 搞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有些在暗地里做的 那就不能浮出水面啊 那这个是外交上的一种 一种方法呀 这种东西有时候 你明白就明白 你不明白就不明白 你说 有人问 说你认不认为中国支持了国家通盟军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这个东西 你说什么呢 你 他不是一个对于错的问题 他也不是一个 是与否的问题 但是你问问题 这个场合 他便成为了问题 明白啥意思吗 汪文斌这个回答是啥意思 就是无可奉告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一个美联社的记者 你看看你们美国 俄罗斯乌克兰 现在没解决明白了吗 你整个北约都生产不过俄罗斯 你掉价不掉价 你看你这事烂尾了吧 现在说什么 要在乌克兰把这个战争延长 咱们那么说 你要把这当乌克兰 把这战争延长 你是想干嘛呀 你是想整个把欧洲收割了 是不是 然后巴勒斯坦以色列 这个事 你美国马上要陷进去了 你美国马上要陷去了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一个航空母舰 跑到波斯湾里去 那叫耀武扬威吗 那是贵血了 向人投降 美国派了一头航空母舰 跑到波斯湾里去 跑到波斯湾里边 那就是投降去了 你知道啥意思吗 汪文斌的回答是什么 你美联社记者 关注一下自己好不好 别管那么多闲事 就是这个 而且呢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他问的很毒 为什么问的很毒呢 如果中国说是 支持了国感同盟军 那你不该说内政 就是怎么搞的 对不对 海外华人 尤其是美国华人 美国会怎么想 对不对 有些东西可以做 但不能说 有些东西说了 但不能做 明白啥意思吧 汪文斌的回答 就非常非常合理 为什么非常非常合理呢 首先中缅 世代友好 什么意思 你们西方人来之前 中国跟缅甸 就是友好邻邦 这是事实 第二个 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像你们美国 你们在台湾 这是怎么回事 在个巴勒斯坦 这个你成天说两国方案 你美国也没有落实 对不对 希望缅甸能稳定发展 什么意思 我管不了啊 我也希望他们能稳定发展 他们自己不想啊 他们自己在这打呀 言外之意就是说 中国不干涉缅甸的内政啊 你们随便打 打无所谓 不要危害我的利益 不就是这个吗 然后支持推进和平进程 什么意思 如果你们想谈 仰光内比都 你觉得不合适 那到北京来谈吗 之前三月份 沙特跟伊朗 这怎么回事 不是要在北京签了吗 你们两个也可以在北京签 对不对 然后最后后边这个 任何挑拨两国关系 友谊的行为 都不能得逞 什么意思 第二就是对美联社记者说的 不要揣测 中国和缅甸两国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个里边 他用了一个包拨情谊 什么叫包拨情谊 包拨是棉语 叫PAKFA PAKFA 什么意思 就咱们是老铁 我跟缅甸是铁哥们 怎么了 什么意思 你想你想挑拨这个 不行 我们俩铁哥们 那我们俩之间的事 跟你啥关系 跟你没关系 关键点就在这一块呢 你美国你小心点啊 你再挑拨我 我跟缅甸之间的关系 我小心点 我喀嚓你 知道喀嚓是啥意思吗 不就是这个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我们分析国际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从全局来看 然后呢 我们分析新闻的时候 我们要结合上下文 这样才能把事情看得透彻 这样才能把事情分析的合情合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想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